娱乐圈最近简直风起云游,前右看青子季凌晨分手,明尼锦博然分手,后有马思纯欧靠分手,用网友的话来说,八月就是娱乐圈的分手月,每个粉丝都急忙跑到自家偶像的微博下求好好的。 不过就在今天深夜,小葡萄杨子突然发了一条忽明忽暗的微博,只发了四个字,乌是人非,后来却立马秒杀,看到杨子深夜秒杀微博,网友们也是纷纷猜测,难不成这是分手了? 可明明前段时间还有新闻报道,杨子探办秦俊杰,两个人亲密鼓动,杨子甚至是坐到了男友的大腿上,大家都觉得看这对情侣是在秀恩爱,不过也有一些网友说,秦俊杰的眼神明显在躲闪,认为秦俊杰没有多爱杨子,姑且先不说这条探办新闻,就看一看在前几日杨子为了宣传新剧,发动所有的人脉关系。 在微博上放自己宣传,其中杨子的好友迪天灵,骂天宇,王俊凯,张艺山等一众男艺人好友的微博便开始一番刷屏宣传,可在这里唯独去了自己的男友,深把秦俊杰的微博发现,在杨子发动好友为自己宣传新戏的时候,秦俊杰却只发了自己新戏的宣传微博,而且他所有的微博,与杨子有关的内容只有五条, 还都是两年前在一起合作《清云志》时的宣传微博,这一对小情侣如此举动,不得不引人遐想啊,了解他们两人都都知道,秦俊杰在拍《清云志》时,在片场第一次看到赵丽颖时,曾直接说了句, 她真漂亮,杨子听到这句话后,就跑去跟赵丽颖说,她喜欢你,当时他们还没在一起,可以看出秦俊杰眼里的敬业女子,并不是当时饰演角色美女的陆雪奇。 后来两人一起上快乐大本营,杨子还公开问男友秦俊杰,你觉得全世界最美的人是谁? 当时秦俊杰打着哈哈回答两个字,呀,女孩子都这么问了,再说是赵丽颖起不是很过分,看来秦俊杰的求生欲也很强呢。 除此之外,杨子请宣传新剧的好友,除了欢乐众赐姐妹,其余的几乎都是一些当红的小鲜肉。 她在综艺节目中也透露过说自己的性格比较男孩子气,异性朋友也很多,但是男友就特别不喜欢自己有这么多异性好友,两个人经常会因为这些是吵架,不过情侣之间吵吵架很正常,而这对CP又是观众十分喜爱的。 所以一点风吹草动,就引发大家猜测,也就不奇怪了,但朋友们也同时希望两人可千万不要出现感情危机,一定要好好的呀。 对此,你们怎么看呢?咱们为一点好作者原创,未经受全部的转载。